上一集呢,读到了这个伯格里啊,我们还是读这本书啊 用生命爱中国,读到伯格里呢,到 云南,在给苗族建一个教堂 帮这个苗族人呢,传教 1905年,也就是伯格里到达中国 18年以后 正式的伯格里入住了这个 石门坎教堂 其实还没有完全完工 这时候教堂 有一个小房子,几乎是泥座的房子 那他的这个妻子呢,也来了 就是那个护士嘛 也来了 住在这里 埃玛已经有两个儿子了 伯格里 在最早的我看到了一个资料里是 他的女儿好像死在了石门坎 伯格里 也上了天花 那么住的地方呢,伯格里和他妻子一家人住的地方呢 还是个仓库 白天呢,要存东西 只能晚上八小时可以躺在上面睡觉 很小 夜里都是狼群 狼在那里这个出没 那么这个他的妻子呢 这个埃玛呢 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接种这个牛豆 1905年的春天 埃玛这个来自南宁格尔家乡的护士 给石门坎的苗家人带来了他们欣喜若狂的礼物 牛豆 房天花 房天花传染病 伯格里的日记里记录的是 那天前来接种的人很多 我们只得把教堂当作诊所使用 先为妇女儿童接种 而后再为男人接种 尖叫声哄笑声响声一片 两名助手为我们的遭难者清洗手臂 另有赛人准备开水 我们则忙于接种 孩子们的十分欢喜 有一个孩子竟然在走后又跑回来 并问我们他们另外一只手臂 是不是也要接种 这是一群为他的人 这时候呢 这个伯格林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在传播他的这个一些个理念 一些个指使 一些个圣经指使的时候 发现和苗族朋友就沟通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没有记录 没办法记录苗族朋友 这时候伯格里就产生个想法 要为这个苗族人要创造文字 没有文字 最早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这个就讲过他要为黎族人传教 就是这样 还是指的苗族人 讲完东西一会就忘了 记录不下来 可能也没有录音机什么内容 因此呢 他有了动念了 要为这个苗族人 创造文字 帮助的人呢 有个叫杨雅各和张武的 要根据苗族人的这个 语音 就是苗族人发音的这个特点 为苗族人创造苗族人用的文字 现在我看看这个苗族的这个文字 还用不用啊 这个真是 非常震撼 百多百科怎么解释的 是吧 苗文是苗族人所使用的文字 建国后 国家用拉丁字母为苗族制定了四套拼音文字 加上国外苗族的国际苗文 一共有五套拼音苗文同行 呃 这里面有提到了什么苗文失传 有贵州有湖南 有什么湖南清朝的同西先知 啊 什么贵州有一个说法 湖南有一个说法 和皇帝打败了的这个 有石油啊 有板塘描文有古障描文有苗语速写符号有这个 有老寨描文有雷工山描文 但是这里没有提到伯格里的这个苗族文字 如果是耻伯格里的那你是不是汉族的仙族一职这个都不好说了 这是另外一种描文 对吧 这个 这个百度百科没有把这个谁收入进来啊 好 这里提到了 伯格里描文 1905年英国传教士伯格里来到我国石门坎苗族地区 因传教需要用拉丁字母以石门坎标准音点创造的拼音文字流行于川晋滇缅区 该文有两个生母37个润母分别标为大字母小字母 并以小字母的位置高低来表示声调 伯格里描文主要适用于贵州碧节地区 安顺地区 六盘水市和云南昭通地区 昆明市 楚雄 黎族 自治州等地操 点东北赤方言的苗族 这部分苗族有35万多人 熟悉这种苗文的苗族有5万多人 如今主要是基督徒的苗族群众使用 一些知识分子和干部也会使用 用点东老苗文出版的书有圣经赞美师马太福音 和花苗新课本 这里说呢 因为它的这个 仅限于北西部方言的滇东 东北赤方言 所以说它的这个 伯格里创造的苗文是就有局限性 但是这里说建国后一些个 我们看法 这个是伯格里的一些个苗文 是这样子 太可怕了 这些 不是太震惊人了 我说的意思 不是说 一个学数学的一个传教士 竟然串着这样的一种文字 这个是其他记载的一些个苗族的文字了 这是从汉字里面可能演绎出来的 你看这些个苗文 你看这些个苗文就这样子 一切个苗文和汉字好像 接近的 很有意思 这些个字 那么这个就是完全不恶理 根据这个 这个它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来什么东西都不懂啊 是吧 伯格里这些个东西 这是从哪里来的这些 这个奇奇怪怪的符号 我看这里有什么介绍 嗯 是 也没有说来源于什么 希腊文啊 还是来源于啥啥呀 这个是 又怎么想象出来的 这个多难记啊 这个 恐怕世界上最难记的文字 汉字可能是最难记的 这里提到一个什么呢 提到了这个 他们在传教的时候 碰到了一个 一些个骗子啊 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 其实有些个历史老师也提到啊 我们只是知道一些个传教师 传教的这个团队 被欺负 被这个 被这个 被不怎么带见吧 啊 其实我通过这本书 我读到的呢 是 县太爷们 还是奉为上宾的 别看伯格里在布教的时候 还是警察保护的 还有 有两个牙医跟随 要保护他 呃 另外有 历史老师们也提到过 有些个 人 啊 就邪阳自重 是吧 他们也这个 啊 加入了教会 加入教会以后呢 就是这个 欺负同胞 啊 欺负别人 这里提到了一个 苗族有一个叫 呃 杨老大 这个杨老大呢 呃 跑到伯格里 这里呢 听了几天 好像很像红袖泉 干的那个事 是吧 就跑掉了 跑掉以后呢 说他持有特许了啊 他是伯格里的代理人 啊 他就可以这个 收教徒 呃 然后有两百多个人受他的骗 给他钱还得 啊 接受洗礼嘛 啊 但是时间不长 这个杨老大就感染了天花 死掉啊 呃 出现这样的事呢 是这个 非常的多 啊 非常的多 就是很多这个苗族朋友里面出现骗子了 啊 借助这个 伯格里的这个影响 行骗 啊 然后呢 这个 呃 都着急嘛 对吧 这些个人呢 呃 有骗子 就骗他们说 上帝快来了 这一家一家的人呢 也不睡觉 天天这个点着火把点着灯笼 坐在那里等上帝来 啊 啊 片子越来越多啊 1905年11月5日啊 啊 这个乌蒙山区 苗族人 啊 这个教堂终于完成了啊 那么与此同时呢 苗族人的这个 学校也建立完成了啊 其实这些个东西都合在一起的 你看这个伯格里传教中的这个宿舍 这个教堂 学校 真实 他是这么多的这个功能 基于一身 啊 以前我理解的我以为就是这里专门建个医院啊 啊 这里专门建个教堂 这不是专门建个学校 其实从这里要推断看不是这样 就建在一起了啊 一个地方多用途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 伯格里专门从昭通请来了 汉族老人 清朝的举人刘应三 担任小学的校长 啊 请昭通著名的书法家王开阳 教老师们的书法啊 那当时的这个人的这个状态 其实这个汉族人和苗族人 他是不是就是一个族 就所谓的汉 皇帝和齿佑打败的 齿佑这一这一个部落的人 就跑到了这个深山里去的 有可能就是一个族是吧 那随着这个隔阂时间的延长 就文化语言的出现了不一样的啊 那么这个在1905年那个时候 之前把汉族的文化 可能比按照这个书里介绍 比黎族可能还要厉害一点 比苗族也更厉害一点 就说不定了 对 对